2021年已经正式完结。虽然Omicron变种在全球继续传播,美国确诊数也已经大幅超过7-9月Delta疫情的高点。 但在美联储大规模量化宽松和财政刺激的帮助下,美股依然越升越有。值得注意的是,2021年投资表现最为亮眼的或并不是顶尖专业投资者。 而是美国国会议员,2021年初至金佩洛西家族和参与少数派领袖麦康奈尔,均取得了超过50%的回报率,大幅跑赢巴菲特·Warren Buffett·达利欧·Ray Dalio等金融老将,以及今年标普500指数略高于27%的帐幅。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,根据Unitual Wales的股票投资回报率,哇,数据显示。 佩洛西家族在2020年的年初至金股票回报率为45.59%, 而其权回报率为66.7%,而平均值为56.15%,投资回报率预四成是什么概念,就连股神巴菲特也只有26.1%。 要知道全美表现最好的标普500指数,投资回报率也不足50%, 佩洛西能清得上市最会赚钱的政客豪不为过。 回看佩洛西的投资都极有规律性, 它会在刺激经济的法案出台之前买入特斯拉、美股代号,TSLA, 迪士尼,美股代号,DS等股票。半導体融资法案颁布前就入股投资英伟达,美股代号,NVDA。 而内飞,美股代号,NFLX,宣布投资进军游戏市场后股价在短期内飙升。 佩洛西提前一个月就买好了基金。 亦有外媒报道,佩洛西的丈夫保罗,Paul Pelosi,早已赚得盘满撥满。 他在过去两年里交易了超过3300万美元的科技股。 可说是从不失手。 有声音批评佩洛西是在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。 众议院以掌视最能提前得知新政策通过与否的职务, 另一名参议院领袖麦康奈尔也是如此。 他可以提前知道法案表决结果, 然后投资就变得非常容易。 就此,股民指责佩洛西等政客割韭菜剝削股民, 认为需要立法规管高官的投资行为, 例如能决定或者影响政策的高官们不准进行风险投资。 佩洛西早前被记者提问, 国会议员以及其伴侣应否禁止进行个人投资? 他直接了当回应,不应该。 因为美国是一个自由的经济市场, 任何人都应有权利参与。